一提起《山海经》,很多人的第一反应,就是这是一部古代科幻小说。 《山海经》中所记载的各种怪兽情景,都让人感到十分不可思议,人们只能把它当成是闲暇之余借以消遣娱乐的特外书。 《山海经》由于故事性和趣味性极强,因此,在古代常常被孩子们当成兴趣书来读。 很多私塾教师严令学子读这些杂书,防止扰乱其刻苦用功博取公民之心。 在鲁迅的文章中,他就曾经提到过长妈妈,就曾经给他买过一本《山海经》,这让他一生难忘。 实际上,《山海经》远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,《山海经》诞生于先秦时期,大概是战国后期所作。 虽然很多人认为其荒难不经,但是很多人却不清楚其创作历程,经历了一场怎样的腥风血雨。 《山海经》是根据西州王室收藏的众多点籍整理而来的。 当年西州王室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内乱,其中一个王子为了躲避霍乱,防止西州王室的珍贵。 点籍毁于战火,于是便将其偷运出去。 这位王子本来想去投奔当时已经称王的楚国,但是走在半路上又听说楚国也发生了内乱,于是只好放弃了投奔楚国的打算。 从此之后,这批珍贵的点籍就在历史上失踪了。 后来篡位的周敬王找到了王子逼他交出这些点籍,但是却遭到了拒绝。 王子宁死不同,后来王子死后这批点籍便流落到了民间。 有人专门根据这些珍贵的点籍,整理出了《山海经》,《山海经》全书现存十八篇,其余篇章内容早一,人共二十二篇,约三万两千六百五十字。 共藏《山经》五篇,《海外经》四篇,《海内经》五篇,《大荒经》四篇。 《汉书》一文字作十三篇,为把挽出的《大荒经》和《海内经》计算在内。 《山海经》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,包括山川、道理、民族、物产、药物、祭祀、巫医等。 保存了包括夸处逐日、旅八卜天、京卫填海、大雨治水等不少快智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。 和预言故事 《山海经》虽然在今天看来十分的荒诞,但是其中很多记载,却得到了印证。 曾经一位美国的专家发现,这部奇书之后非常感兴趣,为了验证书中所记载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实的。 于是,他便先自到中国做了实地考察,他按照书中记载的路线和方位移落走去,最终发现,书中出现的山脉都是存在的,而且,惊奇地发现,中国的贤民竟然到达过美洲。 因此,他得出一个结论,《山海经》并不是荒诞不经的科幻书,而是一本古代的地理书。 其中记载的很多怪物和人物,或许也是真实的,只不过,没有得到验证而已。 如果《山海经》的记载内容一旦被验证,这就说明,中国历史远远不止五千年,在史前很有可能还有着我们今天所没有见到的怪物和猛兽。 而这一切都是有可能发生的,因为生物发展进化的历史,实在是太久远了,五六千年前,甚至上万年前,很多生物都已经随着气候和环境的变化灭绝了。 《山海经》中曾经记录过渤海之中有五座仙山,其中有两座沉没到了海洋中,而后来经过考古学家的探测,发现在几千年前, 确实有大西州、太平州的存在,难道几千年前的古人,就已经对世界地理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了吗? 那么,我们的祖先又是通过什么手段得知的呢? 这简直是非常让人不可思议,《山海经》的荒诞不经中,是否真的存在着几千年前另外一个文明社会,恐怕这些谜团只能等到后人揭晓了? 参考文献,《山海经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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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参考文献,《山海经》